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好 今天聽聽解U城戰警的官方 有公告 在11月13號的時候 DT面具的主人將至 還有這個帥到離譜的皮膚 即將登場 好 這次看起來的新角色應該是DT裡面的某一個人 那至於是誰呢 我覺得 很明顯啊很明顯是誰 大家看得出來嗎 應該看得出來吧 好這是老闆娘 那老闆娘的一些過往的故事在 出現劇情的時候 有稍微講到 OK那DT裡面還有蠻多人物的 像9啊 蠻期待那個9登場的 還有一段忘記忘記忘記講了 補充一下 在下屆前日 這是另外一個新一靈 有兩個嘛 一個是DT老闆娘的蝴蝶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 下屆前日他曾問我想成為 什麼樣的人 我找到的答案 不知道他有沒有 這個我認為是劍聖啊 為什麼呢 在這個圖片裡面 中間這個 有一個 燕明龍 那 跟燕明龍有關係的人是誰 如果你是有玩過天竭節上部曲的 玩家 跟知道 呃 網上部曲會不會知道 應該是知道啦 因為還有一部啦 還有一部 就是天外 劍聖 劍聖 劍聖路 我記得是天外劍聖路 那 好不好 就這樣 好 好 然後他的皮膚哦 哎 你看這個皮膚 哦 皮膚應該是其他人啊 這個是誰啊 看起來是 大劍甲 大劍甲 感覺就是 硬件品啊 一定是硬件品吧 這個猜錯 嗯 先不要講太滿 我覺得是硬件品啊 這個劍甲應該是硬件品吧 然後這個 我覺得是上光源哎 槍 我就是上光源啊 好 然後這邊有個禮包嘛 那 禮包嘛大家趕快拿 吼 10月13號到 呃 20 诶 11月19號 這個 感覺造型很像那個呂布哦 我覺得是上光源啊 可是上光源我還沒說到 哦 這應該是硬件品 然後再來是下個新角的 其中一個人物 就是老闆娘 那老闆娘的技能是怎麼樣呢 我們下來 看明天或者是下禮拜 幾 會公告啦 那 今天的情報 就這樣子而已 OK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鈴鐺 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 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拜拜